不然判死可以 如果真的有貪污犯罪 不出庭卻開記者會 前總統陳水扁 2015年獲准保衛就醫後 九年來他四處爬爬灶 甚至出庭幫女兒打官司 週刊指出為了解決爭議 總統蔡英文已決定 520卸任前特赦陳水扁 滿驚訝 到底怎麼一回事 你說什麼叫特赦 政界講說要處理 我個人立場 本來就支持陳總統要特赦 蔡英文總統 他可以說又進入另外一個高度 現在竟然是要在他卸任的時候 特赦陳水扁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很離譜的事情 那麼蔡英文到底是要猜蛋呢 還是故意要讓 這個未來的賴清德難堪 沒有認罪的人你如何特赦 陳水扁共設兩次金改 及海角七億洗錢等十大弊案 根據週刊報導 這次是針對已判貶有罪 20年徒刑確定的龍潭購地 等四大案特赦 其他案都不在特赦範圍 希望能確保陳前總統獲得 妥善的健康照顧 並依照相關的法律規範來辦理 由於特赦是憲法第40條 賦予總統的職權 總統可依據赦免法 宣告遭有罪判決 確定者免除其刑 表示有罪但不必再服刑 或宣告罪行均無效 等同於無罪也不用再關 根據週刊指出 陳水扁應是獲前者的特赦 表示仍屬有罪之人 知識特赦阿扁罪棘手難題 在於海角七役支撐的 十一役不乏所得 怎麼處理 因為刑法沒收新制 已於105年7月1號施行 所以檢察官能得依照 刑法第40條第三項之規定呢 向法院申請單獨宣告沒收 十一役7號早上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不擔心潮小也大 相信台灣人民是政府最大後盾 只是社會紛擾 是否會因特赦劃下休止符 一旦蔡英文做出決定 勢必還會讓藍綠角力再起 三星圈故隆同家很台北